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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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该很有印象 那我们就那个零就在那边 所以这个我们就机器按的也不是我们按的 所以这个提醒一下那个讲者这样子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现场 一样我们等一下QA的进行方式是 我们是时间而定我们可能再来看说可以开放几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有现场的提问我们就直接举手提问 那再来网路上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也不要 也不要觉得被忽视 那你们只要在过程当中 有任何想法 任何问题 你可以直接在那个国会无双的直播的聊天室上面 直接留言就可以问问题 那留言很简单 你就只要写说你想问哪一个讲者 或是问每一个讲者 然后什么问题 那我们会有专人把他记录下来 那当然可能时间的关系不一定每个都可以问得到 但是可以踊跃的在上面留言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时间我们就请第一位就是我们民事副总经理 我们来为大家 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 对 谢谢 好 大家好 那因为这个刚刚被告知只有八分钟 所以我准备了PowerPoint的这个页数太多了 所以我大概就折要讲 那我是民事的这个新门体失业群 那我最主要负责 那民事在做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大概有分用两个平台来转播这个意思的这个转播 第一个是民事的这个电视台 那我们现在拿了民事的无线 民事的这个设计台出来转播 那民事的这个设计台是一个民事的 它是一个无线电视台 那无线电视台 那我们同时也把民事的这个设计台 就是在MOD上架 然后在有线电视系统上架 那因为现在的这个我们尽量在充它的普及率 因为它目前在其他的这个系统上面 大概普及率大概百分之五十几而已 那另外我们在做就把民事有一个ODT的平台 叫民事四季线上影视 那就也把这个同步的这个国会频道的这个转播 也同步在民事的这个ODT平台 四季线上影视上面这个提供服务 那代表各位可以从这个手机平板PC 或是电视盒或是这个传统的电视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国会的直播 大概意思是这样子 那这一些大概最主要在谈说这个 这个现在是一个网路时代嘛 大家都用手机啦用什么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 看你想看的东西OK 那这个大概我就 这个事情看望国会这个事情是从3月4号 这个苏院长开始以后一直谈 那我们直接把我就正式的这个转播 那这中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一个月时间其实我们是非常赶 那怎么样去做到这个 最主要就来跟各位share 我们是怎么样做到的OK 那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 我们我刚刚提到我们做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传统电视上的转播 另外一个是这个OTT上面的转播 那民事OTT的转播是用另外一家公司 这这样是民事百分之百投资的公司 叫鳳梨传媒 那目前这家公司也负责经营四季线上影视 那其实我们原本就有一个OTT平台的一个基础了 所以我们承接到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办法把讯号 目前有这个九路讯号从立法院接到民事的这个机房 包括八个委员会还有一个宴会的资料 那我们就把这样子一个讯言 接到接到这个接回民事 然后在电视上转播 然后也在这个OTT平台上面转播 那这个大概这个公司大概的这个说明 那这个是一个世纪线上影视现阶段的这个一个状况 那我们有提供了一个叫做这个国会频道专区 那其他这个是一个OTT服务 除了这个原本在服务这个国会频道的时候 其实先前就在做一个OTT服务 目前上面有100多个频道 那也有这个其他的这个VOD的服务 那也有这个16个免费频道的服务 这个各位有空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下 这个前面今天是想要花点时间来来宣传 世纪线上影视 但是现在时间的关系 我现在这个这个你们就自己上网看一下 他他在Android上面有一个APP 然后在iOS上面 你可以用手机的这个打网址去看 OK 那就是世纪线上影视的这个大概的状况 他还有VOD的服务 那VOD的服务除了民事传统的戏剧上面以外 也有公式跟华士的一些这个以前这个 早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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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的VOD的服务 OK 那另外我刚刚有谈到这个国会频道 目前我们这里总共有8加1等于有9个讯源 OK 那这个跟立法院的IVOD差在哪里呢 因为刚刚各位都有谈到立法院的IVOD 那跟立法院的IVOD差在 第一个我认为差在这个转播的画质 画质 我们目前在这个OTC上面转播大概可以 每一个讯源可以提到大概720P3M 720P3M 所以把它放大到比如说像40寸50寸的电视 大概一般来讲都画质还还蛮好的 那另外他跟立法院的这个IVOD差别是 因为我们有下标题 你可以在立法院看到的网页上面 它是完全是干净的方面是没有标题的 那我们有下了一个标题 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手机版你怎么收看 你就是用如果是Android手机的话 你可以在Player商店下载这个实际线上一次的APP 那目前他没有iOS的APP iOS的APP还在开发 那如果是iOS的这个手机的话就直接打网址 你用那个浏览器直接打网址 那也可以看 那这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这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那这个大概就是他的这个手机的页面 OK他左边有我们大概从宴会频道一直分下来 OK 那这个另外是 这个在司机现在也是有免费频道 那大概有一些比如像东森中天民事等等 这个服务有16个免费频道 OK 那另外也有豪华套餐的频道 这是一个收费的一个频道套餐 目前大概有100个频道左右 可以让各位看 那这样看电视很像 就是看你很像在传统的这个 的这个有线电视或VOD看 或是MOD看的频道一样 那另外有VOD服务 OK 那这个是这个设计台跟设计相演示的界面 OK 左边是电视上的设计台 右边是这个设计线上演示转播的一个 一个镜面呈现 OK 那另外我们也会也会在Facebook上面去做行销宣传 比如说我们会去宣传预告 这个明天的立法院有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示意线上演示上面也有这个 这个等于他的这个混准试验 然后会预告这一些立法院的活动 OK 然后这个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派了蛮多组的记者 在立法院做这个现场下标 那这个是跟同业比较差别不一样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立法院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有同时 我们有做了这个助理记者到现场来下标题 这个是一个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OK 然后另外我们也一直有在跟 就是一直在跟 比如说像这个有人专门在跟 比如说如果最新的我们有时候 会把新的讯息丢到Facebook上面去 去让人家告知说目前有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然后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操作化ending卡 比如说像以前我们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有时候委员去考察 那这没有开会 然后然后这个民众会认为说 哎呀我一碗叫招一堆 OK 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考察 其实考察也是也是 这个立委的活动之一 所以我们目前大概也把 比如说现在这个宴会今天是排考察 我们会把那动画的动画做考察 然后这个休会站会等等 OK 因为只剩一分钟 OK 然后另外我们这个讯言 我们也同步提供给 雅虎跟自由十八公公公电视 那这边我大概提供一个数据 大概在常态性在开会的时候 这三个网站啊 包括世界线上也是大概最高的时候 大概每天的这个点夜次数大概150万左右 尤其雅虎带来很高的流量 我们做法就是跟在雅虎上面 也同步把讯言在雅虎上面做联播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除了做一式转播外 其实我们也做公听会记者会等等的直播 那这个跟立法院大概就目前的一式转播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建议就是说 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讨论 就是这个是除了一式转播以外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一 这种公听会以外的直播 OK 那另外有一些建议 比如说现在这一些公听会 或记者会的讯息 目前我们在外面不容易拿得到这些讯息 通常都要靠这些沟通 时间到了 对不起 没讲完 没关系 赶快讲完 所以我们建议说这个 这个maybe可以更开放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投入更多资源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在国外其实很多公听会的内容 其实是有很多的转播 而且它的内容其实还蛮精彩的 我认为这个公听会的转播 未来是我们下一个会期 我们可能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OK 那这个可能面对的挑战这个部分 这个我就交给这个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 这个讲者他一讲 那个申请他也是民事的这个 这个总经理特助 那这个先前这一些推动是我们 我们在民事我们是两个人一起推动 那时候我留一些内容给他说 OK 这是以上没有内容 谢谢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那个王副总 因为其实真的 我觉得王副总刚刚最后讲到那点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办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 像包含到上周 那个我们过早的黑客松 立法院黑客松的时候 也是有朋友 像有朋友特别提到说 那像立法院其实有非常多委员 自己办的可能公听会 或记者会等等的 也都很有内容 那也都跟议题很有关系 可是可能都不一定很容易传播出去 那我觉得刚刚王副总提到这件事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刚刚有特别提到 留给我们这个陈生卿主委 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后面这一页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就请陈主委来为我们说一下 好 谢谢 我今天坐在这边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有那一页而已 这个借用那个王副总的最后一页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在民事跟其他的地方 所推动的国会频道的内容 那其实 因为今天四位讲者里面 有三位都是网路的专家 那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放在电视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在民事看到的 所谓的四季国会频道 其实一个是在网路上面的四季线上 国会频道 同时可以有八个频道 九个频道在转播 可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也是叫这个四季国会频道 四季电视 所以呢我今天重点放在这个四季电视 或者是说将来在国会频道上 电视上怎么样的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那我今天有三个简单的重点 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是 如何让更多人来关心 电视上面的国会频道的转播 第二个是如何让更多的声音能够进来 第三个是怎么样让更多的这个 这个机会能够来监督这个国会频道的转播 第一个更多人的关心 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说 现在的国会频道的收视率情况如何 虽然大家认为收视率可能在电视上面 不一定是完全能够接受 可是它是目前为止 比较可以这个让大家接受一种这个调查方式 那我不要讲说收视率 我只要讲说现在国会频道白天在转播 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这个是直播的阶段里面 它的收视的收视率的分布 大概只有整天收视率的四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说一个人看电视 四个人看电视 大概就一个在白天看 三个在晚上看 可是白天看电视一个 晚上看电视有三个 那白天在转播国会频道 晚上呢 晚上的这个现在的电视上面的 这个国会频道的这个频道里面 所看到的是什么节目 所以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 能够关心这个国会频道的转播 就必须要让更多人更有习惯去看到 国会频道 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国会频道 第一个是八大 它大概在台北看到的是88台 第二个是这个冠軍频道 大概在87或者86 那第三个就是民事的四季这个线上 四季电视 可是四季电视呢 只有在无线电视 数位的无线电视上可以看得到 那在有线电视上面呢 在这个汇集开始大概也可以 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有线电视可以看得到 那有线电视全台湾只有五百万户 台湾全部总户是八百多万户 所以有线电视只有占百分之六十几左右 也就是说台湾还有百分之三十几人 是看无线电视 百分之六十人是看有线电视上面的 国会频道包括八大或者冠军 或者九月份之后开始的四季电视 那这些人看到的通常都只是在 分散的频道上面看到 可能88、87 然后四季线上加上在110几左右 四季电视大概是110 那所以呢 我们看电视的习惯呢 没有办法养成 那未来要让更多人关心 必须做一件事用 要让有线电视的频道 国会频道能够区块化、集中化 就像现在 各位如果看这个新闻频道 一定会看59到68嘛 49到58 如果你要看电影频道 可能看61到70左右 那看国会频道在哪里 你可能找不到 没有那个习惯 所以呢 我们未来要让更多人关心 这个国会频道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 让国会频道能够区块化 能够这个定频在某些频道 譬如说 定频在110 我一直主张可以定频在113 因为立法院总共113个委员 所以呢 你可以定频在113、112、114、115 在那个区块里面 让更多的人习惯 说将来呢 看新闻频道 就49到57 如果看电影 就61到这个 这个 这个 70 那看国会频道呢 就应该在110 到111 110 113 这样养成习惯之后 大家就会自然而然 就会转到那个地方去 尤其是明年全台湾的 有限电视数字化 已经将近百分之百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是100个频道 可是将来可以看到300 400个频道 所以呢 频道那么多的选择之下 你如果没有养成习惯 你根本找不到 所以呢 第一个很重要一点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一起来推动 让有线电视上面看到的国会频道 能够集中在某一个区块 不管是这个111 11112 113 1415 甚至于向前面 放在这个电视新闻的这个 这个67 60 58 59 60都可以 只要能够让大家习惯在电视上面 看到这个国会频道 这才是我们以后在推动上面 希望能够加强的重点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让更多的这个声音能够进来 因为我想 我刚刚已经报告过说 我们的白天 四分之一的人在看电视 四分之三人晚上看电视 可是四分之三晚上看电视 看到的国会频道是什么 现在的国会频道不管是 巴大是娱乐啦 所以晚上 你在巴之巴台看到 国会频道的晚上节目是唱歌的节目 那如果看四季呢 四季电视上面 现在晚上的节目是球赛 有些棒球比赛啦 或者是篮球比赛 但是呢 在冠军上面看到的是其他的节目 其他的节目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设法 想办法 也能够督促 这个 让这三个国会频道的晚上节目 能够有多一点 更多的 国会白天的内容 放到晚上来重播 或者是用其他的 还有刚刚这个王副总提到 有记者会 也有工厅会 这些东西能够放到晚上来 这样子的话 让晚上那四分之三的民众呢 也可以看到四分之一前面白天所看到的内容 这样子的话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更多的人进来关心参与 这才是我们国会频道上面 这样能够推动的 第三部分是更多人的监督 我想前面两件事情 如果做到了 就是让它区块化 能够在同一个地方 更多的人有习惯看到 国会频道的内容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 它不是只有唱歌节目 也不是只有戏剧节目 不是只有这个其他节目 而是一个全部的国会频道的节目 然后让更多的白天的 因为立法院可能白天有五场记者会 可能有两场供电会 可能有一个 比如刚刚讲到的说 有这个参观活动啊 这些东西都能摆到晚上来 或者白天的重要的咨询呢 到晚上也能够重现 能够让真正在电视上看到的 所有的国会频道 是纯正的24小时的国会频道 然后能够区块化的 区块化的放在同一个地方 让大家习惯去看到 国会频道的内容 这样的话 在推动国会频道的这个 开始之后呢 才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 这从4月8号开始 国会频道开始到现在 是先求友 那将来要再求好 我刚刚的这些建议呢 是希望能够在求友之外 能够求好 那求好呢 不是只有这个 大家在看完之后的心情 而是说要积极的来监督参与 这时候呢 就必须要请大家发挥一点力量 来参与 甚至于要求立法院 将来的行政院的NCC 能够尽量来促成 甚至于希望现在在转播的这些 国会频道的这些频道 这些这个电视业者 都能够在晚上的时候 都能够增加好的内容 让它变与完全的国会频道节目 以上 谢谢 陳申庆主委真的很厉害 时间怎么刚刚好 我会是电视出神 对 刚刚我觉得其实 陳主委提到一个非常 我觉得很关键的地方 是像我们都知道 美国其实有C-SPAN 然后韩国有一些电视频道 国会的电视频道 其实都 内容都非常丰富 都不是只有说可能很枯燥的一些 意识的部分而已 那像其实可能甚至是一些 带有一些评论的 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 国会里面的一些资讯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 未来可能 像刚刚陳主委特别提到的 先求有之后 怎麽样再求好的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 国会频道现在有一个 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地方 其实还在各位 以及就是可能在观看直播 以及其他的网友身上 就是重点真的是 有多少人去看 而且我们看的时候 可以去使用 以及去谈论跟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说 有国会频道这个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下一位 是我们特别是 在平面上面 像这个苹果这边 特别就是 一直以来也都是 特别关注 国会这方面资讯的 我们就请郑志恩副总便请 谢谢 各位好 非常高兴今天看到 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愿意进到立法院来 然后关心国会 资讯开放这件事情 那我今天也很高兴 可以代表苹果日报 分享过去 我们再两年多 从网路直播的这个角度 然后参与国会 直播的这些经验 那以下我会分三个部分 那呼应今天的题目 就是从大直播的时代 来看国会资讯开放 刚刚主持人也有讲说 现在脸书随时随地 都可以直播嘛 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从这个 这张截图来看 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脸书开放这个 Mansion 这个功能 直播的时候 其实当时候只锁定 所谓的有影响力的名人 才能够取得这个功能 包括 包括小猪 罗志祥 还有陶金颖 当时候都是国内 这个艺人第一批 拿到Mansion直播的这些名人 所以呢 当时候就是曾经发生 这个康熙来的这个节目 就有一人上去抱怨说 明明自己粉丝团 也有几十万 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 取得这个蓝沟沟的认证 因为要有这个蓝沟沟的认证 才能够开放这个Mansion的功能 所以 脸书的直播功能 直到今年五月 当然后来就全部开放 大家都可以使用 那在脸书之前呢 其实其他的社群平台 比方说 Twitter买的这个Periscope 还有游戏实况 如果大家有玩游戏的话 就知道Twitch 在国外是非常火红的 所以在直播的世界里面 它一直是不断的在演化 然后慢慢慢慢 慢慢扩大它的这个影响力 所以 当然我们从这个接触直播的过程 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 那 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这张照片 就是 当年 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这张用iPad 然后用假脚脱当脚架的这张照片 当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正在 关心这一整整个事件的发展 但是 我们当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说 其实可以这样子去做这个直播 但是隔天呢 我们开了一场十分钟的会 也马上冲到立法院 然后 我们也是一样爬进来 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议场 然后同事呢 也一样带着一台iPad 就开始进行这个直播 所以 当时候 我们留下了一些照片 都是我们这个 好朋友小雅提供的 因为当时候 我们正在忙 所以没有办法留下很多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用iPad 它直播它就不能伸缩镜头嘛 所以有时候就会很靠近讲者 不怕被人家误会说 我们是 有什么别的企图 所以要特别放一个牌子 叫苹果 这个直播 很简陋 但是也是当时候 我们 最真实的直播的经验 那像这个 像我们还有放QR Code 因为那个读者 路过的这个民众都会问说 你们这个在哪里看得到啊 因为网路直播 当时候大家还没有这么有概念嘛 所以我们就放QR Code 让民众走过去的时候 就可以扫下QR Code 就会看到这个游行啊 或集会 最真实的 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然后这个也是当时候 这个已经比较进化了 那进化到后来 我们已经不是iPad 就有摄影机了 摄影机就可以room in room out 这样感觉比较专业一点 那这也是当时候 我们直播的一些 留下的记录 那整个太阳花学运呢 我们不只是在立法院的议场内 还有包括外面的活动 包括白狼来呛下 然后江湖化来跟学生代表会面 这个所有的每一场的活动 我们都直播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 这跟传统电视媒体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网路就是一个五界线的这个空间 所以呢 我们就调度人力就是人羊马斑 所以我们创下了一个记录 就整整850个小时 连续直播不中断的这个记录 那这记录当然 我想应该也很难再有这样的成绩 那接下来再回到我们 谈到国会直播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网站 在苹果Live放这个国会直播的这个网页 然后当然是揭取这个 我们民事这边提供的讯号 那我们同样有这个委员会 然后如果是院会的话 就是直播院会的画面 那这个会期 我们总共直播的天数就是87天 那直播总时数是803个小时 同时上线观看的人数 一万七千多人 那这个人数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跟Selena 当时候不是婚变吗 她出来谈跟阿中那个婚变的 那个那一场的人数其实差不多的 不过跟阿基斯啊 什么九把刀 那个比起来又差很多 就是一个现实这样 那回到国会直播 其实早在今年4月8号之前 早在太阳花旋印之前 我们就想要接取立法院的讯号 来在我们的网站做直播 所以当时候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去搜集资料 然后呢就去写了一份叫做 直播零障碍 然后立法院苹果到底来的这个计划书 写得很漂亮 那当然我们也评估过 因为它有很多限制 就是你不能有广告 你也不能有任何的旁白啊 直播啊 旁白啊或者说剪辑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评估如果要接这个案子的话 我们每个月至少要烧十几万 但是是没有收入的 所以如果我们得标 我们一定是赔钱 但是呢 结果怎么样 这个我想资讯处 不是说事后来说怎么样 因为当时候是一个委员制 所以我们是独家这个投标 但是呢在面试的过程里面 委员不断的针对一个点 来对我们提出质疑 就是因为我们在网页上面 有设置留言板嘛 他说不行 你们设置留言板 就会让网友的意见 去干扰这整个 其他没有意见的人的这个想法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他们认为是大忌 所以光就留言板这件事情呢 争执了非常久 那最后我就说 我们当时候提案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它是一个理性 资讯开放的 然后呢 这样才能够促成一个公民社会 如果你连留言板都不能设置的话 其实跟开放资讯 已经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了 那当然面试完了之后 我们自己也知道 就算我们是独家招标 也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投标的这个资格 那后来呢 对我们来说 我们讲第三个部分 就是媒体资讯 媒体跟国会资讯开放的部分 因为刚刚讲说直播大家都可以进行 但其实直播在过去是非常高门槛的 一台SNG车 几千万嘛 那就算我们后来用 所谓的TVU 然后或者是LiveU 这种背包 一台要一百多万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很庞大的支出 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不走这一条路 我们用最简单的 用很简单的摄影机 然后接网路讯号 所以就可以做到这个直播的服务 那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国会资讯的开放 跟媒体这之间的这个角色 特别是国会频道开播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以下这三个我觉得是的建议 就是当然 还可以讲吗 再把它补充一下 当脸书的日常所示 都可以直播的时候 国会委员问证的内容 这么重要 当然更应该直播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我也很高兴 4月8号 我觉得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 很重要的一个成就是 可以见证国会频道 让所有的读者观众 都可以没有限制的看到 这个所有的直播的内容 然后另外一个 刚刚有很多位委员也都有提到 其实我们投完票了之后 才真正是检验 这个委员表现的开始 可是过去呢 你几乎是没有管到的 你只能从他有没有来 跑红白帖 这个面向来看 但是透过这个国会直播频道 你可以清清楚楚 看到这个委员的表现 通常有认真 有准备资料 然后问证西地的这些委员呢 很快他直询的内容 就会被打成组织稿 在网路上疯传 所以这也是我们检验立委表现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然后再来一个 大家通常在网路 常常会去批评说 啊这个看到某篇报道 觉得好像风向不对 或者是内容偏颇 某某台某某记者不意外之类的 用这样的方式来嘲讽记者 其实任何任何新闻 在版面有限 字数有限 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他势必要经过恶度诠释 然后再有一个在线的过程 那我们当然不能说 这个记者在线诠释 这个是一个 因为这是天生的局限 这没有办法 但是透过国会资讯开放 透过这个国会频频道的开播 各位就可以完完整整 拿到这个诠释权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直播的内容 直询的内容 官员出锤的表现 在这个频道上一览无遗 所以把诠释权拿回来 操制在你 你就是媒体 每个人都是媒体 我觉得这个就是媒体 跟国会资讯开放 最大的一个 一个精神的展现 谢谢 非常谢谢副总编辑的 这个很精彩发言 那其实真的 刚刚副总编辑讲到一点 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 你就是媒体 就是在场各位 其实就是 我们真的都很想 改变国会的话 其实那个关键 其实不是在媒体而已 而是在 每一个人我们在场的人身上 因为像其实 当我们开始 像比如说在 之前318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直播之后 搞得像 现在立法院 他们就非直播不可 所以他们就尽可能的开放了 其实我觉得 这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真的还是在 我们常常讲说 有什么样的选民 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人 我想 政府机关也是 那下一位的话 我们就 这个 我想这个 我再介绍就不好意思了啦 好啦 那就请注意 好不好 好 那么各位的在座的大家好 以及现在正在看Live的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大家能够来到现场 以及在Live上面看这个直播的人 我相信都是非常关注国会 才会来到这个场合 或是在网站上面看直播 回想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 当时其实会关注立法院直播的人 似乎是相当少 当时卧槽在2014年3月的时候 回无双的网站上线 那我们开始稳定的帮大家进行直播 那一路走来到现在 其实是经历了相当多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这两年来 我们有了许多的累积 一路到了现在 目前我们观看直播的人次 已经突破了100万 但这边有 我觉得特别需要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个趋势的部分是在说 其实对于卧槽来讲 今天我们在今年3月左右的统计 我们累积观看直播的人数 今年3月的时候 企业才大概是 差不多30几万到40万左右而已 而到了现在 一路到了7月多的时候 现在已经到了120万左右的这个人次 所以在这边 我觉得很大关键的是说 现在关注国会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 两年前的时候 当时可能只有 国会无双稳定的帮大家在直播 每一天国会在发生什么事 两年后的现在 我觉得就如同今天的这个主题 大直播时代 就算有许多的媒体同业 以及我刚刚前面的前辈们的分享 现在有许多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的地方 但是光在卧槽这里 其实观看直播的人 不只没有因此而减少 反而是逆势的往上升 在这边我觉得相当重要的是 其实是我认为 这两三年来 出现了很多的改变 也就是在座的各位 也包含说 现在正在看网路直播的人 现在的我们 已经会关注立法院 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的我们 我们会重视说 委员在场上 有没有好好的表现 有没有好好的咨询 在这样的过程里头 我们绝对 可以为这个国会 带来很大的不一样 这边会有什么差别呢 就像依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的时候 其实两三年前的时候 当时我来立法院 参加公听会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我会 难免会有点失望 因为当我讲完公听会的 我在公听会上面讲话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当然可能是有做了许多的准备 但是讲完之后 其实也会发现说 什么都没有 就什么消息都没有下文 一路就结束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也不确定说 今天我的付出 对这个社会 对于政治 对于这个议题 有没有怎么样的贡献 可是到了现在 却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早上委员 苏巧慧委员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 他们在立法院内的所作所为 开始许多人 有办法透过国会频道 可能透过网路的直播 例如像是我们的国会无双 或是像苹果live 四季线上等等的伙伴 在这样的过程里头 我觉得可以改变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这两年来就是 我也和许多委员有所交流 然后委员他们是说 因为我本身是 会还蛮希望说 委员的表现很好 希望说 爛立委不要出现 然后只是这时候 跟委员们交流的时候 他们会提到的是说 可是他们在场上的时候 也是不得已的 如果他们没有讲出 有爆点的东西的话 他们不会有声量 媒体不会看到他们 而这个时候 他们就如同在 如同在国会里面消失一样 明明他可能是很认真的 准备法案 关键是 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被迫 会需要选的是 比较偏锋的议题 比较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冲突的议题 这个时候 他们才有机会上版面 更进一步的 使得选民看到他 知道说他有在做事 但这样是好的现象吗 显然不是嘛 那一路到了现在 这个大直播时代 就是说 如果是完全站在卧草的立场的话 难免我们这个时候 会感到压力 以前的时候是一个蓝海 可能只有我们稳定的在直播 现在不同了 现在是一个红海 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跳了进来 一起在直播 但是站在整个卧草的立场 我们是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当有越多人投入在这个 场合里头的时候 我们相信在这边观看国会的这个族群 也会越越大 观看国会的族群越越大的时候 我们也有机会让立法委员的表现变得更好 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们知道说 他们不需要透过很偏封的方式 才可以上媒体 而是他们有好的问证的表现的话 就可以直接进到各位现在在场的眼中 或是现在正在看直播的网友的眼中 或是事后看的人的身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相信能够对这个国会带来很多改变 而最大的关键 不只是直播的平台 直播平台是现在有的 这些技术出现之后 可以搭载起来的 而最大的关键 还是在座的每一位 以及观看直播现在的网友们 当你们在观看的时候 委员们他们的表现 绝对会更热情 他们会知道说 他们表现不好的时候 他们会有很大的压力 而因为有你们的存在 所以委员会很认真 我还记得那时候两年前的时候 沃潮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我们就有伙伴在 反正就在立法院里面 后来就遇到委员 然后就被委员骂 委员就骂说 你们是不是在网路上讲我们的坏话 我说没有啊 因为我们只是把我们的镜头 对着主席台而已 然后委员就很不少说 我们只是讲他的坏话 可是也没有 因为我们就只是直播 让大家看到说 立法院在发生什么事情 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看到 这时候委员表现的 一些奇怪的现象 当然这可能会需要 更长的时间的改变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的委员们更加的认真 更加的投入 然后知道吗 把许多精力放了上来 这一切不只仰赖的是 直播的平台 更仰赖的是 在座的每一位 才是今天的 大直播时代的主角 由你们的监督 立法委员 真的是会更加认真 而他们的付出 能够被你们看到 他们受到的鼓励 也才会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而每一位委员都非常重要 我们只有113位的委员 他们的表现好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的政治 会有机会变得更好 对于握座来说 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就不停地 持续做五件事情 我们会在 立法院 我们会在委员会开议之前的时候 我们事前会做预报 当下会做直播 而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还有主播甚至求平的机制 来跟大家进行互动 而结束之后 我们会写战报 以及剪辑重要的影音 最后整理成议题 在这样的过程里头 实际上 后来有许多人 称呼卧槽这些媒体 其实这也真是各种巧合 我们一开始 我们想像的只是想说 我们毕竟看完整天直播 应该要留下一些文字记录 那后来一路走到了现在 那现在针对的许多的 许多的媒体们 也都投入在 在这个大直播时代的情况之下 我们非常非常的乐见 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认为 这样才是对国会更好的事情 而对卧槽来说 我们即将更往前 试着也来挑战自己 我们来打破 我们过去做的事情 未来我们除了做直播以外 我们将会更深入在议题上面的研究 针对目前在投影片上面 这所看到的是 我们在今年3月18号前后的时候 我们针对两岸监督条例 这个议题 我们试作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议题版本之中 在里头可以看到 两岸监督条例的各种的脉络 在这边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每个人可以对于每个议题 更加深化了解 这也是我们未来即将继续投入 我是卧槽的执行长林竹宜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那谢谢竹宜 那这边再次跟就是四位讲者说是很抱歉 然后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导致今天可能 在报告时候的时间不能畅所欲言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个QA的时间 那我先看一下是 这边有一些线上的问题 那不好意思 那线上的问题的话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是蛮精彩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带网友来念一下 不过这边我也想先回应一下网友 因为刚刚网友在问说 现在主持人 我知道这边回应一下直播上 聊天室的网友们 大家都很想看某某主播 对不对 但是也都很好奇某某主播是谁 然后刚刚我看到有人就说 为什么现在主持人是一个大叔 这样子 然后感到非常失望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是 难道你们以为某某就不是大叔吗 那 OK 那当然 不能先踏底 所以呢 我只好赶快来进入问题 那问题呢我这边看到 我们先进行线上的问题 因为只有两个我们赶快进行 那等一下我们就 开放现场的举手提问好不好 那线上的这两个问题的话 都没有指定讲者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 我这两个问题完之后 就看讲者来怎么回应 那 第一个问题是 JOKY 这个网友想问说 协商的过程啊 就党团协商的过程 如果是直播 看起来是有开放 资讯开放 但是是不是也可能会导致说 协商的效果会打折 就是没有人 就在公开的情况下 就没有人敢讲真话这样子 那你们的观察是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 第二个网友的话呢 看到他的问题的话 我几乎快要落泪 原因是因为 这位网友是 nicebot 好传 是吗 然后他说 他说直播内容 如果没有经过媒体的转译 成为一般民众 能够理解的语言的话 监督的效果 可能会大打折扣 所以他说啊 他在国会出现 争议议题的时候 是不是希望说能够 把党团的态度啊 立委的态度啊 用 关键局 立委出任务时的方式 分别记名在 这个立委 立院的网站上面 因为立委出任务 是卧槽的很重要的一个专案 所以我看到之后 几乎快落泪 竟然 这个网友 特别关注卧槽的专案这样 然后他是提到说 希望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减少 立委闪烁其实的机会 那他观察非常仔细喔 他说像立委属任务当中 有提到一个记录 就是说 像2014年核四在争议的时候 国民党团是反对停建的 但是丁守中立委 当时丁守中立委 他是有特别发言的时候 提到说 他宁愿罚款也要支持停建 被党团罚款也要支持停建 那像在立委属任务当中 就直接把这个 这段话就是记录出来 那就其实就让 他的这个网友的问题 其实想问说 像媒体在处理这些争议议题的时候 能不能把这些真正他们讲过的话 或党团的态度 立委的态度 铭记出来这样子 大概是这两个问题 那看讲者有没有就是要先回应的 我先回答一下 那个所谓的这个党团协商的时候 要不要开放或者是直播的问题 这个目前立法院对党团协商的时候 他是选择性的去做相关的这个直播跟开放 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但是通常党团协商的时候 都是这个七嘴八舌讲比较多 有点像我们在立法院 在做任何议案讨论的时候 但是下面的人 立委在那边交换人间 所以并不是说很容易 能够听到谁讲的东西 是什么样的内容 很具体 但是他至少是一个这个 有一个开放的机会 我觉得是一个 可以这个继续去追踪 能够让这个党团协商的时候 能够制度化的去开放 或者从内容上面去做一些改建 也应该是一个可以做的方向 那我试着回答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我们先前来跟立法院 谈说要做直播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议题 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 立法院目前的自己本身的网站上面的 画面是干净画面 所谓干净画面就是他没有下标题 那因为这个比较不符合我们电视上 直播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所以后来沟通的结果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比如说做人民标 做人民标比如执行的立委是谁 官员是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也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说明标 现在是哪个院会然后再讨论哪个议题 大概目前只仅止于这样子 那不像传统的这个电视报导会下一个 比较有主观意识的那种标题 那目前这个做法是这样 那再来我们也讨论到一个点 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这个转播 因为它的时间很冗长 它没办法很扼要 所以民事有在规划 就是说在下个会期 9月19号开议 大概我们晚上会利用这个 这个白天开完会的晚上的时间 会邀请各个立委或党团代表 来民事的摄影棚 在直接在谈 比如说你们今天早上谈的这个议题 那这个节目可能暂定叫做国会最前线 目前已经在筹划了 已经在筹划了 大概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时间 让这一间白天没有讲完了 继续晚上来盛逢 去把它讲清楚去论述 然后会有主持人 会有来宾去问问题 大概类似这样子 我以上做终 谢谢 我回忆一下第二点的部分 就是这个直播的过程非常长 然后需要有人来做有系统的转译 那我想卧槽在这边就是国会无双 有好球嘛 坏球接外球 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了 那当然这是卧槽 不是我们苹果 那我只是讲说 就我们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是一个两难 就是当直播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难要求记者说 你必须要在这个现场去整理 或者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下标 或者是转译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 对我们来说 我们还是以处理新闻为主 特别是即时新闻 所以即时新闻是我们的强项 而且我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好的新闻 精彩的新闻 或者像委员咨询精彩的内容 我们必须在很快的时间 把这个影片上架 出版到即时新闻 所以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 看看直播之余 还可以看看我们的即时新闻 就可以比较了解 对于这个委员咨询的一些情况 当然对我们来讲 我们想说如果这个界面可以设计得更理想 应该是在直播的界面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新闻的呈现 那这样子你就不用切不同的视窗跳来跳去 也许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可行的方式 谢谢 目前针对直播的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说 我们一样是有许多可以值得改进的地方 那在这半年的时间之内 实际上我们也跟立法院的资讯处 有了许多的互动 我们在这边我们在倡导的是说 我们希望包含像是说 Ibiot它的画面是更加的广角 然后它的画质更加的清晰 然后甚至说我们也有询问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是开放下载 然后甚至我们也在挑战说 能不能够 就像刚刚前辈们所讲到的 今天在画面上面 我们应该需要有更多的资讯 这时候才可以让民众是可以快速的进入情况 了解这些内容 像很实际的是说 目前卧草在做的好球 乌龙球界外球这些影音 严格来说 可能都是违反资讯处的规定 资讯处还在吗 好 不过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两年前就开始做了 到现在我们没有停止 我们还是在做 并且我们也不停地跟资讯处争取说 没有这样做的话 民众哪看得懂呢 很实际的 另外一方面 就像是现在 如果是看卧草国会无双的聊天室的话 大家可以聊天 这是一个幸福的国度 其实很多媒体们也是受到这边的 就是有受到不少的限制 实际上我相信大家也是很想开 但是在这边也是有受到资讯处不少的限制 对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们去离国会开放 我们虽然可能往前走了一步 甚至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委员发表看法 进行表态 我认为今天的活动其实是一个起点 那希望藉由这样的过程之中 让委员们更加的重视立法院的资讯开放 甚至更进一步的到其他行政部门的资讯开放的部分 而就我们自己卧草本身来水洋的话 我们这两三年来 我们持续来为大家做国会直播的过程里头 当然我们是有受到的一些人力和资源上面的限制 所以可能像在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可能最多就开两场委员会 这个时候我们的萌萌主播 他就需要分身一人雇两台电脑 他得同时兴奋恶用的跟大家一起聊天互动 我真的也非常佩服我们的萌萌这样子 未来有没有机会来开更多的直播 这我不确定 因为这还是要看说我们的能力有没有充足 不过我们现在比较有趣事间可以跟大家预告的是 我们内部有在讨论说 有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会开两台直播嘛 有没有机会其中一台的直播 是由网友来决定说要直播哪一台 目前我们还在讨论相关机制 那以及包含说 刚刚我在报告的时候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正在深入我们议题的研究 那这边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握草的往前进的这些脚步 我们也会快速的往前 那这边就请大家进行期待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现场提问的话 我们开放两个问题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 两个问题 那一个如果提问的时候就30秒 30秒时间 然后场边的工作人员可以递麦克风给你 有没有现场朋友想要提问的 那因为刚刚看到迅速最快是那一位 那跟就是前面这一位好不好 那先后面那位先生 謝謝 謝謝各位 我想说大家看国会要透明 但是各位有能力分辨 什么是好立委 什么是坏立委 就是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专业问题非常的多 像刚刚讲到能源问题 我刚刚有讲的 我知道 能源问题上面很多人知道 在生能源的发电效率有多好吗 知道什么是容量因素吗 有哪一个知道容量因素的 他不知道 不知道那你们要怎么分辨 这个议题的正确性 立委表现的好坏 其实陈曼立委员你知道吗 陈曼立委员在不在 你知道什么是容量因素吗 容量因素 不好意思 所有发电的容量因素 看一下时间好不好 因为我们是要30秒提问 你可以具体问一下问题 如果不知道那你要怎么关心 能源一提 我问完了就这样 OK 我們原本还是针对 就是今天讲者报告内容 来去提问好不好 这样子比较不会 感觉一直在开心战场 好 那我们也是因为时间因素 不好意思 那第二位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关于国会直播 在那个委员会休息期间 不知道是不是有办法 请现场的记者来访问 刚刚咨询过的委员 有关于刚刚在台上讲的 记者有一些不懂的 或者是网友在留言板上 有些问题可以就叫委员 那我想委员可能对于这样的互动 也比较感兴趣吧 那我们请那个讲者 有没有可以回应的先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建议也蛮好的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原原原本 接收立瓦宴传给我们的讯号 那比如说中间如果休息10分钟 或半个钟头 或是中午用餐时间 其实我们通常大概有讯源 那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场空荡荡 那其实您的建议其实也不错 就是说 但是这个就变成要有一些机制要去设计 包括人力的派遣 包括这一些这个呈现的方式等等 那我会把你这个意见 我们会拿回去参考看看 就看这个有没有怎么样执行的可行性 好 谢谢 针对第一个提问 我想这个专业领域的问题 这个是任何一个时空 任何一个媒体环境都可能遇到的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质疑 就是说 当一个专业人士他在发表他的看法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相关的背景 很容易被带着走 那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在直播 他就是一个 当然立法院的办法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不能加三字剪辑 我们过去两年一直在做这个三字剪辑的事情 不管 没关系 那所以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说 这个专业的试读教育当然很重要 但是高手在民间 所以如果各位有在看 我想应该都有逛PTT版吧 就是光看下面的留言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很多人非常厉害 他可以一针见血的 把这个问题核心点点出来 那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当时候 2013年在申请 要去直播国会讯号的时候 我们认为 一定要设置留言板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这样子才会有理性 开放讨论的空间 藉由这样的讨论的空间 你不懂的人 你慢慢带上来了 那懂的人 可以去分享他们自己懂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是资讯开放 跟理性讨论一个很重要的 两个互动的这个精神 在刚刚的两个问题之中 第一个针对专业的部分的话 像实际上我是觉得 这还蛮重要的 然后像我们卧槽在做国会武双的时候 我们有个有趣的机制 就是我们有主播嘛 然后来跟大家进行互动 那主播在这边最主要目标是希望说 让每个新进来看直播的人 因为人绝对是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 而不会是说早上9点准时打开 一路待到晚上12点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的主播会来告诉大家说 现在正在讨论什么议题 然后进展到哪里 现在是哪位委员在上面 而在这里我觉得更进一步 像对于卧槽本身是一个目标 或甚至同业们 大家的一个目标是说 像我们现在除了有主播的机制以外 我们其实在两年前一路到现在 我们都很期望自己能够有多加上了求评这个机制 求评这个机制是干嘛呢 就是我们今天除了由主播来告诉大家说 现在正在进行什么程序外 我们也是期待说有专业的人士 可以来帮我们分析说 目前在场上的 无论是立法委员 还是行政官员 他们所在讲的话 他们所在描述 所在讨论的议题 实际上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有些它的内容其实相当的专业 我们虽然看直播我们很关心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懂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很期待未来有办法做到说 能够有的求评来陪伴我们 但是在这边也是有比较困难的先知 是我们虽然有这个构想 有了好段时间 但我们并不是每一场都有办法邀请到求评 所以在这边的话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而我们会努力去做做看 而针对第二个部分 则是提到说 那今天在休息时间可以做什么呢 这边的话也是对于卧槽而言 我们过去这两年来 我觉得用网络上的术语来说的话 有点像是在培养使用者行为 在这段时间我们就是希望说 今天接触到卧槽的网友群众们 我们可以因此来看国会直播 更加的关心我们这个公民社会在干嘛 那现在已经有一定的人数来观看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内部 今天办完国会松之后 而我们现在也在讨论的是说 针对新的会期开始的时候 我们今天在文会的中间 我们除了放好球乌龙球的那些影音 让大家中间过场外 我们有没有办法推出 怎么样的内容 可以更新的针对当天的文会 来做一些互动 这边我们的企划就是正在讨论 那也包含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也有议题的相关的专案 所以现在可能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 跟大家见面 这边的话也会很快的跟大家分享 那很感谢讲者们的